民党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 那首先呢是蔡英文本身的这个博士论文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在最近几年在台湾社会 引起了很多的质疑 那么对于这些质疑呢 民党当局长期以来都没有正面的回应 其实对于一个个人来讲 一个人的博士论文是他本身的 学术水平的一个象征和反应 他应该而且也可以对外公开 来接受大众的这样一个检视 但是呢民党当局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甚至呢台湾的教育部门 还把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列为这个机密的资料 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其实面对岛内社会的这个大范围的长期的质疑 其实最简单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公开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这样就很很快就可以堵住这个台湾社会的悠悠之口 但是民党当局并没有这样做 我想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出 民党当局很显然是做贼心虚 那么极有可能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确实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解释 那么其次呢 从蔡英文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 岛内的司法系统 现在完全是已经沦为了民党当局的政治工具 其实在这个论文门之前 民党当局就一直在利用司法 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操弄 来谋取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私利 像彭文正 他原先是绿营的电视台的主持人 长期是绿营的支持者 仅仅是因为质疑蔡英文的 这个博士论文的真假 就遭到这样的一个司法的报复 甚至是要到美国去寻求这个政治的庇护 我想在民党当局的心目当中 就只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私利 根本就没有这个司法的公正 除了司法之外 其实现在民党当局掌握了行政权 还掌握了立法和监察权 甚至岛内的媒体 还有舆论 都在民进党的掌控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基本上岛内就是民进党的一个一言堂 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民党当局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一己 打压那些反对质疑民进党的声音 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显然是一种独裁的做法